大家好,我是SAMBOSS 三八六十五缸 我們今天大家來到雲洞海苔飯卷旗艦店 也會在海澱路上面 帶大家來瞭解我們的老闆創業精心的一些辛苦歷程 還有他的加盟規則到底如何掌握 我們走囉 好,這是我們的老闆小漢哥 大家好 是的 迷動半點到現在創立已經大概幾年了 2008創立了,我24歲就開始了 剛開始做這個行業的時候 也沒有想過要走人所 單純就覺得說 牛口飯吃就好了 那你怎麼會踏入這個行業? 我學生時代的時候 就在餐飲業打工 然後那時候剛好一個機員 有一個姊姊她就是在做這個 那她覺得做餐飲太累了 她不想做了,她就教我 就從頭開始學 她為什麼要取民眾這個名字? 就是起源地是韓國 就是民眾地區嘛 那我們想說 雖然我們不是正統的韓式手捲 但是就是像起源地 算是致敬的 所以就是用這個名字 你要分享一下故事 大家了解一下 那時候就 你不要說叫到壞朋友 自己心數也不正嘛 就覺得說 天門的好賺 你的環境 像走圈都是那種人 你要賺天門的錢 地圖走路了 一定會碰到鬼 我覺得 我蠻 蠻後悔 我年輕的時光 都在不關你 你懸吶還是會讓你摔下來 因為你得摔過你才知道痛 讓你知道痛之後 你才知道真實 放夜到現在 到你開這麼多營店 在那邊觀眾吃飯 我想對我的家人說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我今天 其實這麼好 啊能夠 大家都喜歡我們 然後謝謝我的媽媽 還有我的妹妹 阿哥 黃莫 我想要跟他們說 我今天有這些成就 靠我們自己努力就來 你們沒有關係 走開一下 一路以來除了家人 其實真的還 朋友兄弟之間 蠻多貴人在幫助我的 對我都很感謝 你在做任何事業 其實你不管世界是要 創業還是你加盟在幹嘛 其實都是要以正面能量 來導向比較好的未來 對 推薦你現在品牌上的 哪一個飯點會比較好吃 最近有跟 我們一個車友合作 自己研發的那個 媽媽粉 媽媽粉 我愛吃辣的人 我也覺得很好吃 吃出來反應是很好喝的 所以我們後來就 上這個口味 就是 它就是滿分中的四川的味道 大家都滿喜歡的 我還是想做 符合在地人口味的 所以我就把它改良 然後我們陸陸續續一直 都會不定期 有在研發新的口味這樣 發展的每一間店 菜色都有不一樣 等我們看地區 他們家母店老闆 他們自己的需求 也可能是因為店面不夠大 對 他們想做小店 至少都會有海苔飯捲 跟薯條雞塊啊 還有炸物之類的 對不對 那種東西 可能我們的店 就是沒有賣粥 或是鍋燒裡面的 坦白說 我們家的飯捲 以南部的售價 反國真的有人會嫌貴 但是 很多人就想到說 為什麼好吃 從米 到裡面的食材 到海苔 一分錢燈火 對 比起真的沒有很好看 你像原料的選擇 像我們的米 用海苔九號 相信沒有很多人這樣用 那個去包米的加茶 就好幾百塊啊 你們現在已經加盟 到現在包含本店 全部已經幾間了 在目前我在營業的是20家 就是已經有簽 還沒有做得 好像現在是大概五六家吧 我們加盟的話 現在有分 中小三種店 小店的話 金額也講 就是大店的 就是至少有少三分之多 我們現在小店是 比較少 199萬 你懂得嗎 我們工作區域的空間 只要七瓶 七瓶就可以做了 但是小店的話 就只有賣飯卷跟炸物 炸的就走了 對 就是沒有內用區 沒有內用區 還是要交給 交給總部這邊來做評估嗎 對對對 到現在有遇到什麼 很熱烈的 加盟主 通常說 你怎麼問我這個問題 我也抱歉在看 沒有啦 就 因為齁 大家 會有想法 很正常的會行 加盟主其實有蠻多的 有要繼續再到我們員工嗎 有啊 我一直都有這種 其實我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 有在想開一次一遍 對 但是因為 講實話 沒有人 我們家喜歡幫助 家裡環境不是這麼好的 我以前也沒有 我家以前 環境也是比較解決 如果真的有願意 年輕人願意一起 可能剛出社會 手勞之間不是這麼寬裕 但是又想創業的 我覺得都可以很團團 聽說你最近又創了一個新的補牌 江湖椒肉 海平區 伊田路97號 算是一級戰區 對一級戰區 主打的是 中級牛 坑牛 絕半牛 是等級比較高 我們的豬 雞 海鮮都很厲害 我們沒有加碗一半的老虎 聽到我就把頭開啟了 哈哈 所以一定要 要去嘗鮮一下 可以可以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到這邊囉 感謝您的收看 請你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分享 感謝您 謝謝 掰掰